气象局昨天对半岛东岸的多个州署 发布了黄色持续降雨警报 是的 灯教楼政府今天再接获警告 第三波水灾最快会在后天 也就是星期五来袭 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已经下令各州和各县的 天灾管理委员会动员待命做好防灾的准备 灯州政府秘书证实 气象局已经向州政府提成报告 只受到台风捷拉华过近菲律丁东南部的影响 灯教楼预计从星期五开始就会出现大雨和大浪 可能会持续到平安夜或圣诞节 当局不排除将因此爆发第三波水灾 希望所有沿岸的居民做好防灾的准备 而另一方面 天灾管理机构今天发布了防灾行动通知 要求被列入警报范围的州署及各县的天灾管理委员会 时刻留意事态发展 尤其是高风险地区 并确保每个救灾中心拥有足够的物资 当局指出 国家灾害控制中心的热线 船针以及电邮都已经开通 准备接收任何灾情资讯 对不起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